田志轩艺术文化基金会七周年纪念活动是以工艺彩绘比赛 还有爱心试集方式来进行 星期天的下午是在复兴街水牛公园草皮非常热闹 有绘画比赛优胜小朋友们开心来领奖 有很多企业社团涉摊来赞助 当天意卖部分所得要捐给诗青儿基金会 星期天下午在复兴街旁的水牛公园相当热闹 这是田志轩艺术文化基金会举办的七周年纪念活动 董事长张美惠表示 每年都有不同席事来怀念田志轩 今年更以工艺彩绘比赛 还有爱心试集方式来传达大家对田志轩的思念 我们在这里打造了一个响你电台 所以以响你电台为主轴 我们办工艺绘画比赛 那有四组 幼儿园 然后国小一到三 然后四到六 还有国中七到九 那总共有41位的孩子 有前三名 还有佳作 佳起来 那所以今天就来办 颁奖高 我们今天有办公益释迹 那我们就邀请今天的协办单位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就是姐妹们顾问 allem 她们就是有开店的 都来这边摆摊 来这里十里摄摊 所以很热闹 每一年婦女生長關懷協會都是追思活動的協辦單位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活動的一起 我們提播10%的營收來捐贈給私親兒基金會 那私親兒基金會今天也會有一個小小的醫院演出 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有兩位私親兒基金會關懷的孩子 他們今天也有繪畫比賽的得獎也是很厲害很優秀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我們一起透過社會公益來想念天志軒 那我們今天有藝賣的商品有想你杯墊跟想你的掛耳包咖啡 那這個是跟糖寶寶庇護工廠合作發行的 那希望大家踴躍認購讓我們有更多的這個經費可以支撐 那不斷的回饋社會做社會公益 這一次繪畫比賽有許多國中小漢幼兒園的學童參加 各組優勝者開心的前來臨獎 現場有許多企業社團擺攤贊助 當天藝賣部分所得要捐給私親兒基金會 一個下午的熱鬧市集集結了許多人的愛心 也希望透過紀念活動 凝聚善的能量讓社會更溫馨快樂 絕對會幻視報導